雖然整個市區已經沒落了 可是還是有一些空間有人在經營 幾乎把這個當成它的一個 生命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說不定其實是 舊市區的魅力吧 我是東海建築系的專人助理教授 蘇瑞比蘇老師 然後也是中層再生文化協會的理事長 然後也是中區再生基地的發起人 我本身雖然是建築系畢業的 相對於建築我更喜歡都市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很喜歡日本建築師蓋的住宅 都市就是有很多這種小房子所形成的 所以我大學的時候其實對這樣一個 去構成一個都市的過程其實是比較感興趣的 或者這種走在街上 走在街上是蠻感興趣的 2008年我剛回東海 第二年然後就帶一個二年級的學生 想要出一個街區的一個題目 對所以我就到中區來逛找基地 印象蠻深刻的就是那一次禮拜天 可是我走在中區 坐大馬路店其實大部分店都關的 走一走就走進那個現在民族路跟平等街口的 有個老咖啡店叫老素咖啡 進到那個空間印象蠻深刻的 我在一些文章也有寫到那個空間 其實就保持著60年代咖啡店的這種感覺 所以你進到那個空間就有點像時空膠囊 從室內的擺飾桌椅到桌上的煙灰缸椅子地毯 甚至也影響全部都是那個年代 雖然整個市區已經沒落了 可是還是有一些空間有人在經營 有人把這個當成它的一個 生命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說說不定其實是舊市區的魅力吧 最讓我感動的那個剎那是 我去點了一杯咖啡喔 老闆娘就端上一杯咖啡給我 擺在我那桌上 我瞬間就像被觸電的感覺 因為它端上來的那杯咖啡啊 就是我喝過第一杯咖啡的樣子 因為那個咖啡杯跟咖啡的盤子 跟我家也有一套一模一樣 就是我爸爸買的第一套咖啡杯 這個都是我在 開始對舊市區感興趣 也覺得這個街區有它很有趣的一些東西 還帶我們來發掘吧 對 2012年對 剛好因緣際會 台中市都發掘有個研究計畫 那個研究計畫其實是 台中市政府已經對整個舊市區束手無策了 整個那個舊市區就有非常多的這些老房子都空在那邊 然後大家對舊市區的印象就是 破破舊舊的馬路幼宅停車尾很難找 就會對舊市區的那些印象好像都比較負面 它希望有個團隊能夠進入到中區 它不是過去政府的違反 通常只是一個研究計畫 就是最後寫成一本報告書 它比較特別的是 要我們在中區要找一個住點辦公室 在計畫裡面希望我們可以開始深入去 有些短期的行動計畫 所以就進來設立了中區再生基地 把一個廢棄的銀行把它整理成一個年輕人的一個據點 不過通常一個學校老師如果接種研究計畫 要求有一個住點辦公室 通常的做法大概就是去跟朋友分租一張桌子 因為計畫只有一年嘛 好像沒有必要去租一個150坪的廢墟嘛 而且這個廢墟整理也要花錢 然後計畫的經費裡面其實是沒有整理空間的經費嘛 我決定要租那個空間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勸我要考慮一下 然後連我太太啊助理啊都覺得有必要嗎 我覺得因為我也不是說只是為了要接計畫而做計畫 人的生命還是有限啦 對有時候當下覺得應該要做什麼就去做 然後考慮太多反而就不會想要去做了 然後我們開始把年輕人帶進中區 也開始認識就失去 對 然後因為我做了很多文資調查 然後甚至是產業調查 然後跟我有帶幾位碩士班的學生 就寫碩士論文啦 對 所以因為這樣子對這個街區其實就 雖然不是太中人可是對他 甚至我們可以說比在地的人還要更了解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非常緊湊的街區 它不是像重畫區 重畫區就是你出門一定要開車 感覺好像有大的公園啊綠地啊 可是那個尺度是跟舊市區不一樣 重畫區的馬路都很大 舊市區馬路當然都比較小 舊市區沒有一定要跟重畫區一樣 舊市區有它的特質 它就是緊湊 它就是比較麻雀雖小五張巨圈 所以它在可以步行的範圍裡面 可以滿足生物的所需 這就是舊市區的特色 那所以像我們之所以為什麼會做 林蘭通三木納兩會 其實就是想要去提倡這個步行的概念啊 在這過程中當然要跟居民溝通 最大的一次挫折大概是我們在2014年吧 讀法局他去申請到內政部音訊室的人本環境的經費 人本環境經費就是去補助各地方政府去蓋人行道 立川開始到自由路這邊 要把它取消部分停車格 去把它做成人行道 工作坊很多居民也都覺得不錯 經費都下來了 要開工前一個禮拜 竟然有居民舉牌布條反對這個計畫 但是之後也開始意識到說 的確啦一條街道 因為生活習慣不一樣啊 有些店家覺得他的客人都開車來的嘛 所以你把它取消停車位 對他來講是損失啊 那可是對大家要形成一個共好的街區 那到底是什麼 這邊的觀念的不同啊 對我們來講 可能我們覺得人行道可以讓 比如說公園影科有1號店到4系 開始有人走 所以人走的話 中間原先閒置的店面 就有可以被活化的可能 對可是有些在地店家並不這麼想 我們會辦妮蘭通三部大老會 其實也是因為這個啦 就要改變大家對這個城市的概念 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辦下來 然後就帶動了 大家開始意識到 的確帶來了相當多人潮 過程當中 其實就慢慢的就凝聚一些人 共同投入參與的力量 很多人也都覺得 我們為什麼可以把這個空間 就這個活動把它做得那麼的深大 其實也不是我們有多厲害 因為大家都覺得這是民間發起的 所以大家都願意投入 反而如果是全部公部門 花了幾千萬委託一個公關公司做的話 就會覺得反正是政府來做 政府就要做好 所以大家都會去等著 就不會主動參與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資源 那我們盡我們所能去做到 這件事情它也感染了一些人 這個可能也是一個善的循環吧 德國有句諺語叫做 永遠都不會有好事情 除非有人開始做好事情 永遠都不會有好事情 你不太可能去期待一個環境可以變好 除非說有人開始做一些小的事情 這些小的事情它就感染到一些人 這可能也是 林蘭東三不達兩會 之所以可以滿滿一年 又比一年規模又越來越大 像今年就是我們首次達到 整條中山路都從火車站到有川邊都封街 然後當然因為公路變大 可是老實講 我們還是自己要去找經費 可是老實講 我們的募款能力還是有限 對 所以現在也要開始在思考 怎麼讓更多的社會資源 可以來共同參與 對我覺得可能是 我們下個階段要去思考的 林蘭花在西方的話語裡面就是幸福 一些歐洲的結婚店裡都是 花是林蘭花 林蘭通其實它應該是一個 可以帶來幸福的一個街道 對然後有很多可能性 可以在這邊實踐或實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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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